谢谢 抽烟我们家没有 抽烟没有 我也不抽烟 抽烟不好 你是上海过来的 对啊 我是上海过来的 这个地方因为也是第一次来 对吧 也是这个君天湖怎么说呢 也是挺有意义的这么一个地方 这个房子是属于自己的房子 还是 也是一个农场的房子 使用权 不是产权不能买卖的 农场的房子 对这个房子也能住到老死 对吧 对啊 你要是家 那边不是造了好多房子吗 你要是家 你不要这个房子你可以马上造 那个房子不是造了好多房子吗 两边 这两边造了好多 造的房子 你要是像这个房子 你不登了 你想要那个房子 就想再给你 就是这个房子他们收掉 收掉人家再住 人家愿意住 这个就愿意住 所以我不要那个新房子 新房子很贵 不管怎么样也贵 这样我们哪能注意起来 我理解你意思的 就是说这个新房子也要自己出点钱的 是啊 我们这个也出钱 这个大概出多少钱 出几十块钱 几十块钱 对 那我要是想要这个新房子呢 新房子大概有 嗯 一百多 一个月一百多 嗯 那还行 那还行啊 还行 就贵个几十块钱啊 对啊 那新房子 现在大概 进去的时候 可能要出好多钱 对吧 嗯 进去的时候 你要是搬到那个新房子里 都肯定要出好多钱 就是要自己先出一笔钱 随后再一百多一个月 对对对对 对吧 对 而且这个新房子拿到之后还要还要装修啊什么的 嗯 分析呢 你要是像小二十结婚案的 你肯定要装一下 对吧 嗯 你不 你不想装 叫我们这些人进去 你不想装也可以 不装修住的不舒服的 这个毛皮房住的不舒服 也可以啊 就像你想你想怎么样的不就怎么样 对吧 嗯 这个申请房子人人都能申请的是吧 就像外地不行的 就像我们农场 就是吃风啊什么 你登到这里可以的 外面要是这样 我知道户口一定要是你们这里的农场 军天户农场这里的才能申请 对 哦 这样子 他新房子之后也不给卖 哦 他也不卖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 这个这个是这个是你 是你儿子对吧 对 你儿子和我一样 你看我们都是四个眼睛 你不叫猪猪老猪的口啊 哈哈哈哈 跟着没出去吧 对吧 没出去 嗯 嘴在这里呢 那个还没少好 这里 你儿子今天上班吗 谁哪里 值班 他值班好几天了 要值班 嗯 过年值班也挺好的 有那个加班费的 好好 值班他们单位里面 他们领导 他们这些组织领导 还给他们 嗯 上水果啊 上糖啊 嗯 嗯 就给他们吃班了 水果水果啊 糖啊 这种东西都是 都是新意啊 都是新意 关键关键还是要人为弊啊 这个东西比较实惠一点 这个 这个是一个新意 然后领导就想到你 嗯 嗯 加班 对吧 嗯 这个领导 领导就是喜欢这种小恩小惠的 不实在 也是满意的 也挺好的 对吧 他也是领导想到你在值班 对对对对 嗯 我叫你们在这上班好好上 也就满足了 嗯 条件也就这么样子 对吧 也是加加金的 对吧 嗯 反正工作也是属于很稳定的那种 只要不在工作岗位上 不犯什么原则性的错误 可以一直干到退休的 对啊 嗯 挺好的挺好的 然后让你上班 在这上班比也很好 对 到时候你有钱 我们他有钱 你想反正到以后还是要到上海买房子 你们还是准备想到上海买房子 他不在上海买房子不行 为什么 小孩子 小小小小孩子都说还是在上海的 我们这边 这边那个宣称啊 嗯 什么呢 都不可能 就是你 你不行的 为什么不能 上海不必 哦 因为你宣称都是买房子 宣称房子很便宜的 你买了 不行的 能买吗 宣称房子能买吗 能买啊 有条件 还是能买 就像我们退休了 嗯 你 你两个老的 想在这个现场买房子 可以啊 嗯 可以 那你两个老的 小孩子就不行 小孩子 小孩子这么大 一生都高充了 就要到那个上海去读 哦 我知道了 你的意思我理解的 我看看我说的对不对啊 就是因为你们这里居民的户口啊 都是上海户口 对 所以说要读书的话 一定要到上海去读书 我们这里有学校就叫读到初三 也到考到上海去读 就是说从高中开始就要到上海去读书 这里的话可以从小学到初中 我的两个小孩子 小姑娘都自己的 嗯 一年级 你两个人 读什么 那怎么办 他要能读书好爱的人 对啊 比如说到就这样 小孩子不在那读 一年级 基本上就搞到那个上海去读 哦 嗯 那么 一年级 两年级在上海去读 小孩这么小 大人肯定也要过去的 对啊 那照你这么说 这里居民在上海买房子的也挺多的 对 基本上都买了 就是 就是家伙伴就买不起的 哦 基本上都买了 基本上都在上海买的房子 哦 这么厉害啊 上海买房子还挺贵的 对啊 老早的时候 然后就是为 在上海买房子 就是想为他小孩子的水 嗯 就是说砸锅卖铁也要在上海买套房子 对吧 哎呀 他们这些人啊 早几年买好了之后啊 现在 赚了 赚了不少啊 那么说不行呢 老早的时候 哪有那么好条件呢 对吧 嗯 他们也是东拼西凑的 对啊 晚安 然后 好